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钻石手 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为大家分享有价值的区块链项目 让大家不只是炒币 而是对项目本身有自己的认识 让我们也少背割韭菜 那如果你也不想错过区块链里面真正有价值的项目 你想了解这个币背后本身的项目价值的话 欢迎订阅和点赞我们的频道 同时如果你有想了解的一些项目的话 欢迎你也直接在屏幕下方做评论 那我们会选择一些有价值的项目来单独做讲解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呢 叫做CHZ Cheers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项目呢 其实我们在之前6月份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 然后有介绍过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 但是呢就是前几天大家都知道那个梅西转会了嘛 然后梅西转会的时候其实带动了一波CHZ的上涨 然后我们想借着梅西转会的这个契机 再来跟大家聊一聊CHZ这个项目 以及其实我们发现因为两个月之前 我们写了CHZ的文章嘛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当时我们的一些预测 其实现在都基本上是实现了的 第一个就是当时有说 我们是在6月的上旬吧 写的那篇文章 然后会预测说 欧洲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波上涨 然后事实上那个时候 欧洲杯之前的一两天 其实它当时环境不是很好嘛 但是它还是上涨了差不多4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它可能会做一波NFT嘛 然后呃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的CHZ的CEO啊 然后呢他其实在6月25号就已经宣布了这个计划 虽然说到现在为止它没有就具体的NFT出来 但是其实很明显已经在他们的计划当中了 当时我们同时会觉得就是呃 CHZ可能会借着就是欧洲杯和美洲杯 然后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出来 呃但是其实我们也觉得可能CHZ面前还是有一个难题的 就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认可和合作 但是我们两个月之后来回看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问题不但解决了 而且还就CHZ它的价值还得到了更高级的认可 所以我们会觉得基于这些考虑 可能CHZ的价值会被逐渐打开 所以想跟大家再继续介绍一下CHZ这个项目 好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介绍过CHZ的内容啊 然后我们会把就是相关的文章链接 贴到这个视频的下方 然后大家可以那个去看一下我们的文章 然后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呃CHZ呢它是属于FanToken这个赛道里面 然后对于球队来讲呢 其实CHZ它是球队与粉丝之间建立连接的一个桥梁 不仅说可以增进与粉丝的一个关系 球队呢它还能够通过这个桥梁 获得一定的利益 然后对于球迷而言呢 其实CHZ呢它是粉丝能够参与到球队运营的一个工具 你不仅是可以和就是你的球队进行情感上的连接 同时你还能通过CHZ参与到球队的一些角色里面来 然后这是CHZ的一个作用 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球队啊 它不仅仅是就是足球队了 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Socius 就是它的那个运营平台 呃在这上面呢你能看到它现在一个合作伙伴的情况 你能看到不只是足球 还有游戏 还有那个格斗 还有那个赛车 然后还有那个板球和篮球 其实都是在这里面的 然后都会有很多的伙伴 当然很多人可能他不太理解就是呃 CHZ跟比如合作的那个Fan Token PSG啊 GUV啊或者是Socius这几个的关系啊 呃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呃 CHZ其实是你可以理解为是万物支援吧 它是CHZ这个项目的一个官方通证 然后呢你可以用CHZ去购买各个就是它合作的一个合作伙伴的Fan Token 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参加它任何的一个官方活动都可以通过CHZ来参与 然后另外呢像呃PSG或者是呃在这下面稍等一下 这里像你又可以看到下面有这种各个合作的那个Fan Token 这阿斯纳的AFC等等啊 然后呢这些Fan Token呢 其实是CHZ与这些球队合作之后发行的 然后呢这些Fan Token的那个运营主权都是在那个球队里面 然后它的总量和CHZ也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有一部分的Fan Token呢 它上了交易所 像你现在可以在币安直接去买到巴黎圣日尔曼和那个尤文图斯的Fan Token 你不需要用CHZ就能买到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Sorcius 这个Sorcius是那个CHZ的一个运营平台 然后CHZ呢或者其他的Fan Token 它的相关的活动都是在这个Sorcius上面运营的 然后粉丝呢如果要参与这些活动啊 你就只能在Sorcius上参与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图啊 然后这个图也在我们的文章里面有 就是其实关系很简单 就是CHZ呢和一些合作伙伴去联合 然后会跟他们帮助他们去发行 像PSG啊或者是GV这种东西 但是呢这两者的相关的运营活动 都是在Sorcius上去开展 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三角关系啊 那我们最近在聊它呢 是因为它最近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些进展 然后我们刚才有看到呃这个界面上就是你能看到在足球这个领域啊 它其实有很多的合作伙伴 你都能看到有很多的俱乐部对吧 呃然后他现在合作俱乐部呢 其实在呃 呃基本上博不大联赛都有 然后包括一些顶级的俱乐部啊 曼城呀 刚才说到的马德里竞技啊 伊云图斯啊 巴雷圣日尔曼啊 包括最近的国际米兰这种其实都有合作 然后你往下看 其实能看到这儿有个阿根廷啊 然后这个呢 是他五月份合作的 就是当然其实他有跟国家队合作 但是我们觉得因为阿根廷他其实在南美嘛 如果是从粉丝热度上来看的话 其实南美的这个水平还是远远比不上像欧洲的水平的 尤其是那个六月份是欧洲杯嘛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如果是他能打通一家跟欧洲杯球队的一个合作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当然是六月上旬出的文章嘛 然后后面呢他在6月25号吧 对6月25号 然后呢他又跟葡萄牙队有了官方合作 虽然葡萄牙队最后没有走很远吧 但是其实欧洲是一个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 就是如果是像这样一个欧洲的一个强势国家队的合作 其实是有可能真正让CHZ的潜力打开了一个事情 然后所以从这点上就是从欧洲国家队的合作 其实我们觉得从第一个困难点上 其实已经打开了 然后另一个呢其实是他在继续跨界 就是最近啊如果你们关注Socells 或者是关注他们这个CEO的一些那个推特 你会发现最近呢他们在南球这个领域 他们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的 在之前他们只有一个合作伙伴就是卡尔特人 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他们的合作非常快 然后包括你们看到的这个图上的有七六人 然后骑士然后还有国王和魔术 这些都还是现在算不错的球队吧 然后呢同时他在Socells上也现在在开展一个 七天的一个球队的竞赛活动 就是让你猜就是接下来会有哪些伙伴公布 然后呢猜对了就有奖这样 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篮球是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运动 而且一提到篮球肯定他的流量都在NBA 然后现在呢CHZ他又跟很多NBA的球队在合作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从那个他的跨界上 他是持有的在从足球往更多领域在走的 而且确实现在走得还不错 这我们觉得他的第二个潜力所在 然后因为他现在没有把他的那个合作球队全部公布完 也许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个人叫Mark Cuban 然后他是小牛队的老大 有可能啊这里面万一有就是在 他最后一天公布啊是在那个8月20号 万一在8月20号之前有小牛队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也许CHZ会有一个更大的一波关注的高潮吧 然后这是他第二个点 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前段时间 就是CHZ和PSG很火嘛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是那个练文的平台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在之前梅西转会的时候 他的转会的薪酬包里面包括了PSG这个粉丝代币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是原来呢就刚才跟大家讲的一样 CHZ呢他是连接球队和球迷这段一个东西 而现在呢他们手还伸到了球员 就是说就是现在呢在梅西的薪酬包里面 有PSG这个fantoken 这不只是就是简单一次合作 你可以理解为其实它是一个 更高层次的一个价值的认可 而且现在仅仅是梅西的薪酬结构会有fantoken 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起点嘛 未来这件事情可能就像那个星星之火啊 可能未来会烧到越来越多的地方 不只是PSG不只是呃这一个球员 可能会到更多的球员以及到更多的Glubble 因为其实CHZ他跟很多球队都有很密切的合作 所以这一点上来看其实fantoken的潜力也会再逐渐的放大 然后呢这是从消息面上来看的CHZ这个事情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觉得可能从未来来看 CHZ他可能会做的几个方向吧 然后可能会继续让他的潜力逐步的放大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他可能会来会做球星的NFT 嗯之前在我们的文章里面也跟大家聊一个东西 就是他们在跟阿根廷合作以后 有在做一个那个签名的一个球员的限定版发放 然后呢这个是跟fantoken相关的 然后其实这个限定版球员你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那个NFT了 而且就是刚才上面有讲的嘛 其实团队已经把就是呃 NFT这个事情列上日程了 然后我们先不去谈论就是这种体育类的NFT有没有价值 我们先不聊这个 但是我们想说就是你就看现在短期内吧 就是有话题性的东西啊 NFT现在是话题性其实很高的 有话题呢你就会有关注度 有关注度呢就会有流量 然后有了流量之后呢你就一定会有市场 而且CHZ呢它是现在拥有非常多的一个合作资源的 它完全可以基于它现在的合作资源去推出一些球性的各种类型的NFT产品 更何况呢它现在还签了尤文图斯啊巴黎圣日尔曼啊葡萄牙阿根廷这些球队啊 而且它还拥有就是现在可以说足球行业里面的两个顶流吧 一个是梅西一个是塞罗 因为他们分别就在阿根廷和葡萄牙嘛 然后这是我们想说的第一个事情 然后另一个它可能想做的方向有可能它会跟游戏直接去结合 以前有个消息说它可能跟会跟那个现在比较火的一个足球的链友啊叫做Sorear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消息 只是一个小的消息 所以现在我们就不往那个方向去想 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近期啊 就是因为梅西转会了嘛 然后你可以通过它的Socius这个APP上去看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结的一个图啊 然后你们可以在自己的那个 如果你下了它的SociusAPP啊 你可以继续看 在它的巴黎圣日尔曼的这个板块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投票 它投票的是选出非法22大巴黎的定制版的封面 如果你是一个足球迷啊 或者是你玩足球游戏 非法的号召力就不用我在这做介绍了 你们肯定也很清楚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非法 它背后的那个游戏开发公司是EA啊 EA也不用做过多介绍吧 它在游戏领域可以说是非常有 非常有那个影响力的 然后如果是它在自己的APP里面去选一个 EA开发的游戏非法上的一个定制界面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去猜想说 也许CHZ会跟EA有更多的合作 可能有哪些合作呢就是 嗯在那个非法里面有一个FUT的模式的一个东西 我跟大家那个搜一下 然后非法 FUT 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 什么是FUT模式呢就是呃这个模式其实是非法的一个摇钱树啊 它其实会根据现实世界里面联赛里面各种事件以及球队球员的表现来推出特定的一个球员卡 然后呢通过这个球员卡来组成一个最佳阵容 然后CHZ呢就是它的投票活动后续其实完全有可能跟 EA在这方面能够有更深度的一个联动的 比如说你在CHZ里面去投票 选择你喜欢的卡片或者是你觉得谁有可能有潜力成为这个最佳阵容的一个卡 当然如果EA也愿意去试水这个NFD卡片的话 其实CHZ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合作伙伴 然后除了这个FUT的模式呢 然后呃还有一个非法的有趣的东西叫end of the error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球星其实都会在球队里面转会啊什么的呢 然后其实有一些特定的事件就是发生了 然后呢非法他又会针对这种事件 就推出这种像时代的终结这种卡片 这种卡片其实卖的是很贵的 然后这种卡片也能在非法里面组成一个就是呃 非常好的一个阵容 然后这些球员的得分也是很高的 然后呢也是也是非常稀有的 嗯像这个就是梅西嘛 然后巴萨阿根廷这就是时代的终结 好吧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也是CHZ可能跟EA可能合作的一个方向 嗯虽然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但是其实从基本面上来看是完全有可能去发生的 然后这是他可能发展的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更多球星的MFT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许他可能跟游戏去合作 然后这里面我们觉得极有可能是EA 然后要合作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合作模式可以展开 然后另外呢其实呃我们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像PSG或者是GUV等这种Fan Token 如果他能够直接通过美元购买 那会不会造成说CHZ的需求会减小 或者是说CHZ它的价格不会很强势 嗯从我们角度来看 其实它是不会造成这种局势的 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CHZ它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群 它其实针对的是两类人群啊 一个就是球迷 另外一个呢就是玩加密货币的这些人 然后呢一个球迷它不一定是玩加密货币的对吧 然后一个像我们这种呃玩加密货币的 我们有可能就是一个伪球迷嘛 对吧因为对球其实了解的不是很深 那基于这两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去设想两种场景 一个是假设你是一个纯的球迷 你其实不会去各种什么BIN呀FTX啊 或者什么OKEX上去交易各种加密货币嘛 你可能会直接的就是通过球的的一个指引 假如说你想买那个Fan Token啊 然后你就会通过球的的指引去买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就是 嗯在那个CHZ的各种合作上 嗯比如他们近期跟那个国际米兰的一个赞助吧 你能看到就是在他们球业上面 其实引导的都是去 索西洋斯的官网去买这些Fan Token 然后呢你如果在索西洋斯的APP上去买的话呢 你只能通过CHZ去买这些Fan Token 而不能通过美元去买 然后CHZ呢是通过目前来看 它默认的方式通过欧元买的 欧元买CHZ 然后用CHZ再去买各种Fan Token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假设说你恰好还是一个 玩加密货币的人啊 如果某一个球队的Fan Token 假设PSG或者是就像现在那个巴黎圣志尔曼 你们可以看一下当天它那个币价 拉的是比较猛的 就像这种PSG或者是GUV 它一下子拉的比较猛 其实如果是一个加密货币的人啊 你同时还会把目光锁定在CHZ嘛 因为你知道CHZ它才是这背后的那个供应商嘛 才是这个Fan Token的一个根源 所以其实像这种情况下 它会更加的带动CHZ的一个需求 就像这次的那个PSG带动CHZ一样 所以其实基于刚才这两种场景去假设 CHZ它的需求都只会扩大 而不会有缩小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CHZ它的基本面其实还是不错的 然后包括可能像团队啊这些东西 你们都能够在它的那个官网上去看到 然后他们很多人都是玩博彩出来的 其实这些人他们运营能力可见一半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方面不用太担心 就是从基本面上来看 可能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 就是从那个4月份以来 其实因为519之后嘛 其实都比较疲软 然后CHZ它其实复苏的也不算快 所以虽然CHZ它是Fan Token领域的龙头 但其实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 然后粉丝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Fan Token 当然是一个没有被证实的问题 然后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也有一些项目在做Fan Token 但是其实他们现在的一个水平都远远 还赶不上CHZ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层面上来讲 CHZ它可能是一个激进的一个探索者 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孤单的一个教育者 因为其实现在市场上还没有适应就是Fan Token这个东西嘛 而资本呢一般可能等不及你去适应吧 就像一个真正的球迷啊 他可能不论球队的心衰 然后都会陪着球队走下去 但是针对于投资这件事情 可能很多资本并不是遵循这个逻辑的 比如说现在风并没有吹到Fan Token这来 也许你就得不到资本的一个青睐 也许Fan Token或者CHZ的时代还需要大家再等一等吧 好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对CHZ的一个介绍 好更多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那个文字链接 然后就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文章 好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有价值有意义 然后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